阿姨 一会儿用白醋 清洁一下淋浴房的玻璃 这样更干净一点 好的 小姑娘 你还知道这个呀 了解一点 我也不小了 要奔三了 看不出来 跟刚大学毕业一样 谢谢阿姨 慢点啊 成吧 阿姨 你来了 小姨 下午好啊 下午好 这位是乔鱼 希希的朋友 我们在医院认识了 对了 我忘了 你去过希希的办公室 是 我来帮你拿 好 谢谢 一起 以前啊忙的时候 啥事也没有 现在吧一闲下来 浑身都不舒服 记性还不好 是吗 那你去医院做过检查了吗 检查了 什么事也没有 那可能是以前太忙的时候 损耗了身体 要不你跟我一块去练练瑜伽 瑜伽 好啊 我一直想练 就是没有下定决心 那正好 下次我约你 咱们一块体验一下 好好 小叶啊 你有什么爱好的运动吗 我平时很少运动 你好劲 希希啊和乔鱼好动 是 我们上大学的时候 老约着一块叶跑 我们俩都属于能量很足的那种 我还记得你们天天都跑 我先去把菜洗了 叶医生 你放着我来 你忙你的 好 那我去把院长跟洗的衣服拿回来 行 麻烦你了啊 没事 阿姨 我们再准备只成驴家服 你身材这么好 穿驴家服一定很有趣 是啊 你想喝什么 阿姨帮你泡 咖啡还是茶 喝茶吧 我自己来 好 好 behö 你 好 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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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它变成真实 所以从今后我会陪你 所以将我进入你的未来 让我爱你 所以我需要你 我会陪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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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现在可以收拾吧 所以我会陪你 不过我看到 还是有很多夸你认真 说你改得好的 我怎么没看到 有四条 你可以再翻一下 真是辛苦您大海捞针了 您这是在道歉 还是在邀功啊 道歉 我知道了 我不接受 你还有别的事吗 没事我回家了 还有事 你还想让我改考 不是 只是供你参考 我发现你在前言里说 自己很想写好商业的部分 但因为缺乏大企业的职场经验 很多东西不清楚 写起来总是畏首畏尾的 我总结了里面的一些常识错误 还有职场和上站的一些具体情节 其实你可以换一些更有真实感的事件 对抗可以多有几个回合 总裁的谋略和事件的解决方法 可以更多元化一些 佳佳 旁边走呢 跟朋友聊两句 马上 好 好